这里有五块是我们要把它搓圆的巧克力内心 就有点像搓汤圆一样 把它塑造成一个圆形 在甜点师傅的指导下 总统蔡英文和台北市达安区立委候选人苗伯亚 一起搓着手里的巧克力 最后完成一颗颗精致甜点 总统幽默地说 卸任后美式可以考虑兼职做巧克力 这个量很难拿捏 我觉得我好像用太多了 我会尽力地把它做好 但是做不好我也觉得OK啦 本来还想跟他讲我不做总统没事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去做part time 不敢不敢 上次你去佩依那边看跳舞 你也说你不做总统之后要去跳舞 那只是选项 我没有说就是那些事 我讲话都有留余地的 一起执着巧克力的同时 两人也大聊选举经 总统也点评苗伯亚的表现 正式人物的未来性 你会觉得这是你在考量 你怎么选择政治人物的其中一个因素吗 我觉得他面对政治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除了专业以外 你跟人民感受的那种 那种贴近 你讲出来话他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的感觉 对人的感觉要抓得更稳 这真的蛮困难的 因为其实我也想要陈卓跟陈文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民意代表就会选不上 所以 你还没有到陈卓跟陈文的阶段 还没到吗 你还是要锐一进取的那种 好好好 那谢谢总统破除我心中的这个心魔 我也想要问一下余璇 人民头家你是主人 你觉得我们国家未来的立法院 会需要怎么样的人来做我们的民意代表 对我来说 一定是选择正直的人 我相信正直的人 无论如何做什么决定 他都会以这个为标的 那总统 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做我们国家里面的监督者 很多的政治他牵涉到了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 那你要在人民之间维持一个平衡点 那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立委呢 他不但可以去感受人民的感觉 他也可以为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一起来思考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个政策出现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立委蜂拥而至告诉你说 这个被基层骂了 但是他们讲完以后 有些他会讲说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坚持 一方面他表达的是人民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理解 政府在政策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思考 很多民众会觉得说 你做一个立法委员 你就是应该要把政府好好的监督嘛 那有时候会跟政府的意见一致 那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立委哦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观点呢 对很多民意代表来讲 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 他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 他必须要跟他的选民说 我就是要替你们做代言人去跟行政部门 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讲好 对行政部门呢 如果你们谈好 你也要回去帮行政部门去说服你的群众 换句话 沟通能力要很强 表达能力也要很强 这是我们对立委他所扮演的角色里面 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你刚一直反复提到理性 可是选举经常是感性的啊 选出一个理性的立法院 现实的政治上有可能的吗 觉得现在台湾社会的选民 其实他要求的更多 你对很多的事情的判断跟讲法 是不是一个理性的讲法 他不会是要求你跟他想法一样 他会听你跟他讲什么 他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希望下面讲的不会被剪掉 我也看到你在电视上讲话 我觉得你讲的说服力都蛮强的 一个好的立委 必须要有一个说服的能力 还有一个感受别人的心情跟感觉的能力 这两个是重点的 谢谢总统 因为我确实还需要再更加强 我感受别人的心情跟感觉的能力 这一点也不差啦 真的吗 丹安区在地青年创业的知名品牌 将法式巧克力融合台湾元素 越上国际 我们其实是非常专注在做台湾风味 尽可能把台湾文化融入巧克力之中的一个 巧克力品牌 今天你带来的三款的巧克力 是屏东的茉莉花 金桔柠檬 柴烧的黑麻油 喔 黑麻油 那麻油的味道应该不太突兀 不突兀 基本上入口的时候 这是巧克力 但是第二回的时候就出现麻油的味道 慢慢气味就会散发出来 我想请教一下雨萱 你把这样的产品 有曾经带到国际上面去过吗 有 他们最喜欢的一款就是这个麻油的味道 真的 他们都很惊艳 因为他们对于麻油的认知 也是都在中式料理里面 闲时才会出现 那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出国学习 这十几年下来 你在国际上的客户啊 或者是其他的同业 对台湾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十年前的时候去巴黎去学艺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常常跟别人介绍说我来自台湾 他们都会说 嗯 泰国嘛 这几年 他们一看到我们是台湾 他们就很惊喜 然后就会过来 不断的跟你分享说 哦 我去过台湾哪里 我喜欢台湾的什么 我们现在讲上架台湾 其实很多人每天在做的就是在上架台湾 从进军国际的巧克力 谈到把台湾上架国际 苗波亚提问总统有认真在做上架台湾的事吗 蔡英文总统给予正面回应 很认真的在做 要让台湾给人一种平稳厚实的感觉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先到这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